这个小哥从他的中间走了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错误示范是这样 挡猜 过来挡猜的时候 对 为什么 我从这个地方穿了呢 这个地方是如何发生错误的 我给你讲一下 第一 首先呢 当发生挡猜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直接上来 我直接上来人家就穿了 不能直接上来 应该怎么办呢 挡猜的时候我要用手扶着他 用手扶着他 你看他就没法去穿了 他怎么穿 他没法穿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刚发生挡猜的时候 我要上来先掏一下球 延误他 延误他 你看他上来之后 我再换 再换 你看这种细节 一定要记好 再回来 他没有说不让你掏球 他没有说你掏啊 你只要别犯规 延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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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再回来 你看 就这两点记好 第一 过来 我扶着他 你看我贴着他 这样没法穿了 第二我要 下手干扰 往上赶 我的队友过来 我再回来换房 记好这个体验 就有点 那我贴着他 我贴着他 你可以带他 我贴着他